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蒙内部要如何处理安抚西蒙三党的要员呢 这个是韦江律师的一个强项 你认为呢 龙哥交给我回答 我就先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很明显 安华他恶毒没有站起来 他必须负上责任 恶毒是最关键的 真的不要给那些白痴的议员把你当白痴 他们自己白痴不用紧 还把他的支持者当白痴 跟你说我们恶毒用声浪来反对 我们不是没有反对 然后真正的站场在委员会阶段 这个是很白痴的 西蒙市议会 如果你用声浪投票 就是等于通过 根本不可能是有大小声的 不管在野党喊得多大声 即便在恶毒11月26号你有看直播 其实在野党喊的声音 是比执政党大声的 但是他还是通过 因为你用声浪投票 其实就只是一个仪式 没有意义的意思 就是你没有意义给他通过 所以他们说反对肯定是白痴的事情 所以安华 叫西蒙不要站起来 不要记名投票 安华绝对要负上巨大的责任 而且安华不是第一次 做出这样错误的决定了 923变天骗了全马来西亚 连元首都骗 这样弥天大谎 安华有负上责任吗 没有 923变天在沙巴周选 最后一刻投票前三天 突然宣布我才是首相人选 打脸沙菲伊的竞选主轴 沙菲伊危差失败 当然沙菲伊为什么危差失败 我们是不能够知道的 只能够去分析 只能去猜测 但绝对可以分析出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西门的玻璃反 西门这样子的不和谐 西门这样子的斗争 所以安华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 好像是就是在新生活报 写过一篇文章 安华捂住国盟 捂住国盟的情况 所以我儿子来嘎叫了 所以安华捂住国盟就是 他绝对要负上所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 安华肯定必须 负上责任 你说瓦里山过来 他们其实瓦里山过来 冲击最大的就是公正党 公正党人 因为他们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他们面向的群众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会起到最大的竞争 但是大家 即便你是公正党的支持者也好 你要明白到 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选择 你就等于没有自由 没有民主 民主体现在选择 你有没有自由 也是体现在选择 如果你没有选择 你不能说你有自由 所以现在有一个政党 可以替代掉公正党 来让我们选择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所以公正党的支持者 不要让你失去选择 不要让安华来绑架你 同样的情况也是 诚信党跟行动党 不要让安华来绑架你 你问我 我觉得安华应该退休了 应该退休 让出来这个领导地位 让 move forward 让整个在野运动 move forward 当然现在西盟 必须由公正党来领导 公正党除了安华以外 没有其他人可以领导吗 公正党有其他极多的好的议员 好的领导 安华的老婆本身就是一个 Rafigi也可以是一个 Fami 班底谷的议员 Fami也可以是一个 这些人都可以单起大起 所以不要以为安华是不可替代的 领导可来可去 我有看到铁粉有写 纽西兰的例子 37岁的现任的首相 他就是在大选两个月前的时间 因为在野党声望太低迷 临时接下这个班子 本来只有20%的支持度 在他两个月的时间 一个37岁的女生 政治素人 没有很长的政治经验 他领导在野党 在两个月的时间 拿下40多%的选票 崛起成为第一大党 然后成为执政党 也顺利的连任 现在他就是纽西兰的 纽西兰的首相 而纽西兰抗议也做得很好 所以你看 不要看人家年轻 不要看人家是女生 不要看人家是新人 就看不起人 领袖可来可去 最重要的是你所坚持的理想 你所坚持的目标 你所做出来的东西 安华在这三个方面 都是fail的 所以安华100%要负起责任 不好意思 刚才我儿子来打扰一下 还好他没有乱拉东西 关于这个问题 明星党会不会造成西蒙的分裂 我觉得好事 最好去造成西蒙的分裂 打税重建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 今天17号 今天是18号 昨天 马萨布跟林冠英 他们发了一个共同文告 那个共同文告 其实是老调重谈 在八月的时候 陆赵福 卡利沙末 马萨布林冠英 他们都几次发出这样子的通告 就是呼吁在野党团结一致 其实讲白一点 就是接受老马 不要踢开老马 你可以安华是首相人选 但你不要得罪老马 不要一脚踢开老马 因为老马的人数很重要 老马也有他的影响力 他们用这样卑微的方式 去给安华知道什么是对的 都安华那里都不能接受 你看昨天那个文告出来之后 就有新闻说公正党取消会议 因为不满 不满那个文告 其实那个文告很卑微 而且是老调重谈 但是公正党那边还可以这样子 唯我独尊的放出这种的风声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安华不想改 然后整个公正党 很多人还是跟安华一样夹头 当然公正党也已经在内斗了 基层已经很多不满 阿克马那个公庆团的团长 已经开炮了 已经开炮安华了 所以安华再继续这样子玩下去 在暗地里 其实他不是暗地里 在明里帮慕尤丁 已经帮了五次 他的支持力量也会粉红离析 但很可悲的是 行动党跟诚信党 还是不敢直接一点 其实直接来 你说明白给安华知道 你做了太多错误了 你要新陈代谢 让你新的来领导 我们还可以尊奉你公正党 但是Please 你要负责任 你不可以一直这样子 没有代价的 又犯错 又不付出代价 又犯错 不付出代价 又犯错 然后落无其事 这个是不能被接受 你应该要表出这个态度 如果真的不能 那拜托打掉重建 打掉重建 因为现在的在野党 已经没有意义了 现在的在野党 已经不是在野党了 一直在 急急盈盈的 要跟执政党合作 在帮执政党 你看霹雳州的事件 其实我这里就讲一下霹雳州 尼克敏 他当然是很丢脸 他说要跟他们组成政府 巫通只是打一个眼色 他就跳出来说我愿意 有人说的很直白 就是人家只是摆一个眼色 你就脱光衣服 上窗等人家 结果人家还不要你 所以很丢脸 但是他现在 他说他失败会承担 当然他没有承担 但他现在就转个方式说 我们有八项协议 其实霹雳州的预算案 没有改 现在新大臣用的预算案 是法伊萨当天被投不信任票 到之前遗留下来的预算案 证明了什么 证明里面的东西 是本来就准备好的 不是你的功劳 但行动党一直在那里贴上去 你看我们的成功 我们达到朝野和解 我们有八个 所以其实行动党这样子做 他是告诉大家 我们支持巫统的政府 我问你 这样子的反对党 要怎样来迎接下一届大选 这个政府做得好 是政府的功劳 不是你反对党复合的功劳 所以你怎样去面对下一届大选 这个对行动党 对希盟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 他们以为可以朝野和解 但他们不知道你朝野和解 其实讲好听是朝野和解 讲直接一点 你就是支持执政党 你就是执政党说爱你深深 谢谢你给我执政 谢谢你支持我 然后执政的利益 执政的好处是由我来拿的 你看行动党 现在还是很热落 开记者会说我们达到八项东西 巫统有说过一句说 这个是我们跟行动党谈出来的 有说我们现在朝野公司吗 没有 全部就是单方面在那里做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错误 现在在野党已经迷失了方向了 因为现在预算案通过了之后 其实慕尤丁在未来一年 他可以稳坐钓鱼台 反对党是玩不出东西的 除非巫统他们执政内部自己分裂 但分裂也要有诱因 现在暂时还没有看到 所以整个反对党其实是没有东西可以做的 所以你现在打掉重建 总好过在大选前一刻来打掉重建也好 所以如果沙菲一过来真的触发了西门的分裂 西门的瓦解 我觉得热见其成 在野党必须找另一条出路